用一个废轮胎和一棵枯树 给朋友家的猫做了一个猫爬架 真的特别酷 事情是这样的 前两天去朋友家玩 他说他家的猫老是跑出去 后一天都不回来 回来就一身的伤 刚好他家后院有棵枯树 问我能不能整个猫爬架 消耗消耗猫的经历 我看行 于是咱就全副武装拎着光头墙的电锯 走进了他家的原始森林 不是你叫人来帮忙之前 能不能打理一下后院啊 我感觉我好像被八百正文字围殴了 素是剧掉了 我直接被蚊子吸瓶血了 好歹整了两节树枝 先给他包个皮吧 不是这什么树啊 我看人家的树一扒掉一大块 像是来报恩的 怎么我这树皮像是来报仇的似的 最后我直接一整个大急躁 这是拿锤子猛砸 也没什么 也就大概抡了七七八千锤吧 也就是当天晚上右手臂 左手粗了一圈吧 还为了省点力气 直接把粗的地方给它去了 打磨机也上阵粗蒸一下 好歹是把这个皮弄掉了 另外一节还挺光滑的 咱就不整了 直接拼上去 省得为难自己的胳膊 接下来处理轮胎的底座部分 轮胎洗洗干净之后 固定好底板 再把大树枝拼接上去 就可以开始灌装水泥了 我先是找了一堆石头用作填充 水泥跟沙子加水搅拌好了 哭哭往里面倒就行了 这不到不知道 一倒下一跳 两桶下去连个底都没平 好 很好 做个包爬架还变成体力活了 跑这儿来锻炼四只力量了 最后水泥都没了也没灌满 只能拿点石头凑合凑合了 干透之后就可以加上麻绳和跳台了 三杰素质我想了三种不一样的 围栏款 太空仓款 和平平武器款 麻绳也是分段式缠绕 露出点原木才知道我是真树做的 就是朋友家的猫 好像 它好像不太喜欢 奶吃